好 接著需要來看 馬總統為了退銷台灣貨 今天上午出席了MIT標章啟動典禮 不過呢 典禮上一句MIT 馬總統居然講成了TEIM 而另外更諷刺的是 就在典禮舉行的同時 有請去業者出面開記者會 炮轟政府掃蕩位造商標 戴著墨鏡推銷MIT 不過總統一開口說的卻是 我們國內通路業者 連鎖加盟協會出來請TEIM 出來請TEIM 出來請TEIM MIT MIT 這個每天我們都要看到的 身為台灣總統居然不知道 MIT把它唸成TEIM 這個不是心不在台嗎 這個不是心不在M嗎 或許心不在M 他也會看成心不在馬 或者是他的腦袋不是MIT 是MIC嗎 別說綠尾炮功 台灣業者也受不了了 拿出賣場買到的萬元殘絲貝 打開竟然長這樣 裡頭裝的全是廢棄棉料 這個產地是美國啦 美國生產 美國會做這麼爛嗎 做美國生產 台灣請據業者懷疑 這通通都是中國黑心貨 不肖業者進口後封上味噪商標 這個禮拜會公司買的 第一個就是台灣 上禮拜四買的 第二個歐洲 第三個義大利 今天買7000多塊 今天他的十幾個國家 今天他如果覺得 我要買比較好價錢 甚至有什麼英國 什麼美國 什麼波蘭 法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都總比我們要先進的國家 業者倒想問問 馬總統你說的嚴格查契在哪裡 他只是買到一件 其實我們已經 這兩個多月 我們已經買600多件 這600多件怎麼處理 第一個要趕快下架 不能再賣 那如果說他不改善的話 我們會持2萬到20萬以上的罰款 那你現在有沒有罰過 現在目前還沒有罰過 還沒罰過 因為我們 我們為什麼沒有罰過呢 因為我們在戶查 這樣的執政態度 面對ECFA衝擊 要傳統業者如何生存 要消費者如何安心 民視新聞 蔡北華 沈培志 台北報導 甚至 你 相信 我們